职场上电脑使用能力已成为工作的必要技能 许多人透过电脑学习中心来充实自己 这次就请巨匠电脑为我们介绍 电脑补教业与课程规划师的工作内容吧 鞋底你好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目前补教业的市场现况呢 OK 好啊 其实目前补教业的整体的现况 我们根据教育部它立案的统计 补习班立案统计 每一年大概都有一两万件 所以它这个产值是一千多余 其实是蛮大的 那当然这些都分布在 不管是语言的补习班 升学的补习班 甚至要到国外留学的 甚至我们可以看看 从国小安心客服 甚至到国中到高中大学 其实整个涵盖起来 有那么大的市场的存在 那当然这个也是反映过来 就是说我们在做学生在做学校教育的时候 有一些为了要升学 甚至要出国 甚至以后要找工作 在学校教育上的弥补它的不足 所以目前整个是企业在发展整个 现况有那么大 而且另外一方面 我们反过来讲就是说 其实现在家长生的少 少子化 所以它当然希望我的小孩 能够不要比别人差 对不对 人家说要赢在起跑点 所以它除了接受我们学校教育之外 重要的概念就是 它如果能够在外面参加一些补习班 能够得到它不管是功课甚至一些知识的成长 对家长来讲也是一大注意 更重要的是现在很多都是学生家庭 他没有办法有时候朝九晚五 说五点钟下了班 赶快就去揭晓还后干嘛 那当然补习班另外一个功能也就是 能够照顾学生的什么课业 甚至照顾学生的晚餐的吃饭的时间 那等家长比较从容的去补习班 来接小孩的下课 我想补习班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所以不仅是达到学习的目的 也达到照顾的目的 大概我跟他看以台湾整个补习班来看 大概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生态 那当然发展也还蛮多的 那针对电脑教学市场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OK啊 其实电脑市场发展那么多年 尤其我们公司在发展已经30年了 其实我们从早期比较传统的教学模式 不管是学校也好或者一般业者也好 就是传统的电脑教学 一直到我们现在结合数位化的教学模式 那这个当然这样子的发展过程当中 对于整个电脑产业界来讲是很大的革命 尤其我们现在看到的在整个圆端市场 在整个的电商的市场 那我们可以我们举那个像阿里巴巴 像光棍杰实业 为什么能够创造几千亿的产值 我想后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系统操作平台 这也都是在电脑产业界里头发展出来的成果 然后再来最近我记得很夯的机器人啊 像机器人这一个部分还有手背机器人 不管是生活化的或工作上的都有 另外有一个产业非常重要就是 像我们大家都会用手机 手机里头有那APP的程式 它的发展更是无限可能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像圆端的互联网里头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传展也好 在科技公司也好 甚至城市设计者也好 几乎都往物联网去做靠楼 因此因为它未来庞大的商机 都是需要靠后端电脑整个产业的发展趋势 那因为这样子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我们在人业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份调查 大概超过五成左右的人 他们都会想要学习电脑方面相关的知识 其实跟美与是不相上下的 所以它变成是一个我们求知者的一个技能 而且也是未来一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技术 这个大概在整个电脑产业界里头 从传统一直到现在 走速会有什么物联 它一个发展很大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在 如果在电脑产业界来做发展 其实它也还有蛮多五线可能的 今天呢就由我来介绍 课程规划师的工作主要项目内容 那课程规划师一整天一大早 我们第一件事情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服衣 好那在这边的话呢 除了我们的妆容跟服衣之外呢 是要给同学看起来 让我们有专业度 然后一节七节度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还会整理环境 那环境的话 其实主要是要提供给同学们 有一个舒适的上课环境 那再来的话呢 同学接下来陆陆续续会开始来上课哦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去做到招呼同学 比如说上下课迁到 或者是领发教材 那其实上下课迁到 最重要的目的是 因为同学可能会有初缺请的问题 当我们知道他哪里有缺课 我才会知道说 我们要怎么样帮他去做到补课的动作 以及教材的领发 是否有舒适等等之类的 才不会影响到同学们的权益 那再来的话呢 同学们陆续去上课之后 我们接下来 课程观察师 要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所以说我们会去做到 收集薪资的动作 不管是在网路上 或者在杂志上 我每天都要播半个小时的时间 去收集这些薪资 然后呢 后面我们接下来的话 会去做到 就是电话的callout 那电话callout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会拨打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 目前上课中的学员 我们会去做到 学员的服务关怀 比如说上课中 有没有什么落差 或者是说 他的证照等等之类的 需要我们再做协助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课程咨询的服务 那课程规划师 主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 要帮他们确认方向 那公司有一个工具 那我们可以用聊天的方式 确认方向 那问卷上面 其实我们可以很明白的知道说 同学现在目前在工作是在做什么 或者是现在是什么身份 然后呢 也可以去了解说 他现在目前可以上课的时间 以及他想要规划的课程类型 是哪一种的种类 那比如说像他如果说同学 在这边有勾绘图的话 嗯 那我们就可以用绘图的方式 帮他向下延伸这样子 嗯 那其实绘图我们都知道 绘图有很多种类 比如说绘图有 我们可以利用像这种手册工具 那部分 那在这边的话 比如说像绘图有 美工绘图 多媒体绘图 或者是工业产品绘图 以及室内设计绘图 这些都是属于绘图系列的东西 但里面使用的软体都不一样 对 嗯 比如说像现在最夯的一体 3D列印机 对 很多同学们可能过来做恰询的时候 他会说我要学3D软体 对 那可是他束不知3D列印机 他要打好基础 他可能要先从2D开始 那这个时候课程规划师的工作 就是要跟他讲说 正确的学习流程 让他知道说用2D打好基础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去学3D软体 这样子我们在做3D列印机的时候 才可以做出完成的成品 好 所以说在问卷引导完之后呢 我们也了解客户想要学习的课程内容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网站或者是手册的方式 好 然后做完整的课程介绍 比如说课程的大纲内容 可以学习到的是什么 嘿 然后或者是他之后可以考取到的证照 以及呢 他可以获得的作品级 学习成就的部分 这个都是可以跟他说的 嗯 那后面的话呢 最重要的是到最后我们要去帮他去做一个 排课的动作 所以我们会需要课程兼音书的辅助 好 那我们要把课程名称 开课时间 好 结束日期 好 上课时段的部分 然后撰写给他 写完给他之后呢 告诉他说 诶大概是什么样的方式 嗯 然后把整份资料全部都准备好 好 然后一起带给同学 让他带回去做参考 这个是课程规划师最重要的一个功课 学生除了来这边上课之外啊 我们还会提供其他的额外加值服务 比如说学生 他来这边考证照 那我们除了提供证照资讯之外 还可以辅助他们 就是在这边做原地考照 那针对带转职的同学们 那我们还可以帮他做履历见解 然后或者是像巨匠跟很多企业 就是有做企业媒合 或者是大型真彩的部分 那我们还可以帮他留意 就是职缺的部分 那以上呢 其实就是我们 课程规划师的工作内容 其实这份工作啊 真的可以接触到很多的学员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很紧张 但是因为要学习的专业知识真的很多 其实你也忘记紧张了 但是后来进来到公司之后啊 公司的新人培训其实还蛮完整的 就是一步一步在怎么做 所以其实我也还蛮快上手的 对如果说有对这份新工作 如果有兴趣的话 是不是可以来尝试看看 另一提那你说是这份工作之后啊 有什么新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 嗯 其实我一开始来这间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会比较担心的是自己的电脑专专业技术 那可是因为后来进来之后 发现其实他的教育训练是很OK的 所以也就不会说 比如说担心说自己的电脑技能太差啊等等之类的 那再来的话 因为我一毕业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其实是在南部上班 那后来选择在这边上班的原因是 因为我想说他是指引的公司 其实在转职者我们最怕的就是 我换了一个工作 我所有东西都是归零重来 对那所以像我现在回到北部上班 一样的年资我还是都是有 那福利等等之类也都是有这样子 那在这边公司上班的时候 其实跟学员的互动啊 就是很频繁嘛 那所以有的时候都会看到 有些学员很快的就可以学有所成 然后就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那当然也会看到一些 会放弃的同学 那我们就是要再鼓励他 就是说请他再回来上课啊 或者是再给他一些刺激啊 叫他就是不要浪费钱 就是好好学习这样 不要浪费钱浪费时间这样子 那其实在这工作当中 我们会碰到就是说有些同学 他可能是因为外界因素 外力因素的原因 他没有办法抽时间 或者是可能出国等等之类的 没有办法学完 然后又很有天分 那我们就会对他很饿玩 嗯 因为一直有在跟学员就是接洽 然后也有互动 那所以这些资料的话 对我来说都会很珍贵 那每一个学员都是一个故事 所以有的时候陪他们学习 嗯不太像是课程规划师而已 反而有时候要给他们 刺激给他们鼓励 或者是有时候严厉 嗯比较像是那个心灵辅导师 陪着他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那在课程规划师这个工作上面 我觉得这是这个工作给我的成就 因为我不是单纯只是一个服务人员 我是一个老师的身份 然后再帮他规划他的人生 这个是这个工作除了薪水以外 可以给我的成就感这样子 嗯 嗯如果说是从事课程规划师的话 特质跟心态 先从心态面来讲好了 其实在课程规划师的心态面就是 第一个他是活泼的 他是开心的 然后呢他面对同学们 或者是不要面对同学 面对任何人都是有好奇心的 然后或者是服务的心 因为有一种人的特质就是 他是愿意服务的 那再来的话课程规划师 呃需要有的就是 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跟同学们沟通 跟讨论等等之类的 所以呃表达能力交谈能力 这是一定要就是具备在里面的 所以说像我们看到有些学生 他可能是社团的团长 欸他就好适合来居家电脑工作 因为他们就有符合那样子的 就是领导的能力 然后或者是表达的能力 然后外加上也很很开心也很活泼 外向的 嗯那如果说自己本身 又有一些电脑的专业能力 那其实是更好的 对 那基本上呃在特质跟心态里面 他其实是合而为一 那课程规划师大概的那个 特质是这样子 嗯 这份工作不只是课程规划师 他更是帮助人成长的心灵辅导师 那我们基于有30年教育市场的经验 我们对于未来 除了这一个电脑教育之外 我们希望用这样子的经验 来复制到美女 那我们也复制到国中的市场 然后我们更复制到 线上的真人家教这一块 我们希望透过多角化的经验 来让我们自己的公司 越来越壮大 那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 尤其在课程规划师方面 公司提供好的薪资以及福利 更有完善的教育制度 从新人储备干部一路培训到主管 那对于补教界有兴趣的朋友 我们欢迎您的加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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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